-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 宇宙正义轩的同学跟路门们开箱的同学们 看到今天的画面应该会很开心 如果你不知道现在 呈现在画面中的两位帅哥是谁 那你就是大陆偷渡客 请你赶快洗洗水 不要再来乱 那我想很多人都会很开心 在画面中 正正前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很多人可能1450817 或者是什么其他党 会说彭P你看你不公平 没有 我把这个正经关不了的节目 当作是一个公共平台 我们广邀各党的候选人 如果新竹其他的委员 或者其他的参选愿意上节目 我们一样把这个平台开放 我已经公开喊话很多遍了 对各党都是如此 但是你要来呢 要有三两三了 第一个你要这个身家清白了 第二个呢 要品性端正 第三个呢 要过去呢 不可以满口谎言 第四个要经得起检验 那小三小四小五这些都不能有 你才能够上正经关不了 不然你下场会很惨 就因为这样 所以很少人敢上正经关不了 不过呢 也因为这样 所以敢上正经关不了的政治人物呢 是弥足珍贵的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行呢 就是大家的老朋友 就是立法委员 郑正前 郑委员好 郑老师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以为你瘦了呢 你瘦很多呢 瘦很多 对对对对对 因为选举选到最后 剩下没几天的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 每天都从早上五点多起床 然后六点要开始跑 然后一直到晚上 大概十点钟 整个大队告一段落 然后我再去处理我自己的事情 所以像我昨天回到家里 可能都已经大概快两点钟的时间了 所以算序面时间非常的少 我不禁要问何苦 哈哈哈哈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台湾 你要从事公共事务 从事民意代表 我觉得大概需要有一些热忱 那郑陈来说 其实因为从市议员一路走来 然后到立法院 2020年到立法院去 那我们自己很打拼 对 那就持续的在希望能够为民众 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环境 让大家真的能够安居乐业 郑政前委员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 也许很多人也很熟悉 如果你是我们的朋友 你一定很熟悉 那我要告诉一些 可能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们 郑政前委员其实有非常好的学经历 他是新竹中学毕业 所以柯建民 柯文哲 都是他的学长 李远哲 也是他的学长 那大学呢 是非常有名的政大外交系 所以他的学长 很多在外交界 江启臣 也是他的学长 那后来呢 念了政大东亚所 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个国际关系的研究所 他的博士 是在中华大学念科技管理 讲到他的博士学位呢 我跟他还有一段渊源 那今天呢 郑政前委员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跟郑政前委员 这一辈子好像见过 两次面的样子 印象中两次还三次 好 都是在一个很 就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场合 有两次是为了郑政前委员 很认真的想要知道 论文门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我跟他约见了面 那第一次是在中国国民党的 邀请我去参加演讲的时候 这是我这一辈子 第一次见到郑政前委员 所以郑政前委员 跟宇宙政前的同学们 好像很熟 好像是这个 好久不见的这个兄弟 但其实我跟他还真的不熟 不过今天我很荣幸 能够请到他上节目 不过我要先替大家问一个问题是 你以前是记者 我的印象中是 对 所以刚刚就是 老师在介绍我的时候 其实我还有一个背景跟老师有点像 因为我知道老师是台大新研所 新闻研究所 那我其实在念正大外交系的时候 我同时俯修了正大新闻系 对 所以我后来退伍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也是在媒体界当记者 对 所以当了大概四年多的时间 对 那这是我在媒体界的一段时间 那我知道老师在台大新闻研究所 其实非常的有分量 所以其实我在 从事着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知道老师的那个声明 大名鼎鼎这样子 对 那就是后来上次老师刚才提到说 您到我们党部这边来做演讲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也在中常会 所以就有机会也跟老师碰到面 所以也非常的开心 那是什么东西 什么事件或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让你步入政坛呢 其实有一点点的 其实坦白说 我从政是完全不是在人生规划当中的 所以其实我在新竹中学毕业 你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有好多有名的大学长 包括了柯建明委员 包括了柯文哲 包括李远哲等等 那其实我们优秀的学长是非常多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坦白说 我一直觉得好像从政不是我们的选择 所以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在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 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是 志愿其实是后填 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填到任何跟政治有关的 那时候就很单纯 就想说觉得外交感觉好像 感觉有点分析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就填了外交系 那当时坦白说也对于外交系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他自己都是政治的一环 其实说当时很年轻 其实也都不是那么懂 然后就填了这个志愿 那结果后来其实在从政的路 其实是很特殊的 就说我其实在当过媒体之后 后来在中华大学教书 那教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董事叫做林郑哲 那他那时候从立法委员要转换跑道 选市长的时候 那他出来选 那那时候因为我是国民党的 就是那国民党那时候地方党部 他们就找了我一起出来选议员 所以我其实是在 那个时间点是在搭配林郑哲前市长 他从立法委员转换跑道的时候 那时候就一起出来选 只不过那时候台湾的政治环境 也变化很多 因为那时候选并不是两个选举一起 而是有先有后 是先选完市长 然后才选议员 然后隔了大概三四十天的时间 那从政的事情 坦白说说实话 党部会找我也是一个意外 那当时其实在林郑哲市长之前 新竹有一个民进党的市长 叫蔡仁坚 那当时就很年轻 然后蔡仁坚有一个基要秘书 那是从东海大学毕业 然后到新竹这边来工作 那我们因为年纪相仿 所以就处得很好 那当时大家都想说 要一起约一个时间 那聊一聊 然后大家是不是要一起出来选举 然后我们那时候自己就想了 几个好朋友 那时候有四个好朋友 所以要一起出来选 那其实我后来知道 要选举真的做决策的时候 其实很困难 那到最后就是三个人他们都没有选 后来还继续选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走到这个呃 民意代表圈政治圈里面来 对这个其实还是蛮特殊的 嗯 当时跟我的人 然后说要一起约好 一起出来选的人 他们后来都没有选 对 后来都变成了商人 然后走到了不同的国家去 嗯 嗯 所以当时他们三个呢 跟你一起这个煞雪为盟 就他们三个现在都荣华富贵 留你一个人在这边日渐憔悴 是是是 对确实就是这次选举确实 呃竞争也很激烈 所以其实振钱确实很认真在跑 所以确实也瘦了很多 很多朋友大家都看得出来 而且他们都说哎 我好像睡眠严重的不足 眼睛好像都睁不太大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把眼睛睁大一点 哈哈 对那我在想说 因为也是最后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那我就想说我们就尽力的冲刺 那也很感谢就是彭老师 让我有机会跟我们呃 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请来问候 然后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些心情 嗯 其实新竹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有很深的渊源 呃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嘛 大概十年前柯建民柯总召呢 三顾茅庐到我家真的是三次啊 要我能够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新竹 但后来有一句话 我我就 我想了想 我觉得这个不好 他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准备 我跟他讲说 哎 三页要开真多钱呢 哦 那就跟我讲说 你人来就好 钱我出 当时我就想说 那我这个人情要怎么还呢 嗯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如果我今天真的选了 那接下来可能 新竹棒球场啊 什么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想想 我觉得我不要花钱 人家帮我出钱 那将来怎么办呢 其实台湾的这个呃民意代表啊 选举选到哈 身上被一堆债务的人啊 我想正正前委员是一个 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 那那呃选举会选到 有一身债务表示什么 我觉得就是表示他清廉嘛 对没有在当选之后呢 想办法把他捞回来 呃确实是这样子哦 其实呃刚刚就是 彭老师这边讲说呃 柯建民找过你出来选 不过我觉得你如果那次出来选的时候 我觉得新竹可能就不会有新竹棒球场这个事情 因为我相信就彭老师 其实还是一个很有为有所 那即使是说呃在柯建民 他当时也许叫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啊 其实当我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多羡慕 因为我们每次啊每次要选举的时候 光是要准备啊 就是给工作人员吃啊 准备一些文宣的费用啊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头大的事情 然后我们每次选举其实也都要 呃请很多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协助支持 所以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 哎我们出来选 然后什么都不用准备 只要出人就好 所以刚刚呃彭P这样讲的时候 我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的哈 说实话对不过就说呃从这边也看到 就是彭P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远见 而且有正义感的一个情况 就像我们这一代选举 坦白说呃柯建民他推出来的人选的时候呢 也让大家非常的疑惑 因为他就是一个学者 然后可是呃看板多到全国知名 因为所有来新竹市的人都觉得说天哪新竹市的那个候选人看板怎么这么夸张 对那我在想说这个就是一个确实在新竹市发生的情况 那至于说呃如果是柯建民推的人 要怎么去还这件事情 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呃需要去省思跟直音的事情 嗯确实是如此啊 不过我还是要谢谢柯建民的呃这个知遇之恩 或者是说呃他的这个提息啦 啊那当时我就在那件事情上面 我就听到郑政前委员的名字 因为郑政前委员那时候是议员 我印象中是好 那我也就不多说 有一个现在在民进党 那是我台大新闻手的学妹呃我的学生非常的优秀 那所以他当时就跟我打电话 因为他知道柯总招有跟他下一个指令 叫他顺便来说服我 他就跟我说老师你人来就好 他说我们会铺红地毯欢迎你啊 那他跟我说 不过老师你要如果来新竹 你要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新竹的市议员里面哦 牛鬼蛇神很多 他说正派的没几个 他就数 我说正派的有大概多少 他就数给我听 真的没几个 他们数出来没几个 但他当时是不同政党 他就提到了郑政前 那这个名字我听过会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很容易记得啦 好 那呃 这是一段往事 那后来我见到郑政前委员呢 其实就是在国民党中常会 那个时候主席是江启臣 他邀请我去国民党中常会演讲 那我在那之前是典型的 每次都喊 国民党没到台湾不好 我反国民党是其来有志了 可是我觉得江启臣委员就 他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政治人 他懂得怎么远交进攻 把可能不见得是主要敌人 可能是次要敌人能变成朋友 所以他当时就请了我到这个中常会去演讲 那次演讲也很轰动 各位可以去网路上看那个那个影片 而且事隔三四年吧 大概已经超过一百万人点阅 印象中很深刻 那个时候我到了国民党中常会演讲的时候 国民党中常会就派了一个 秘书出来门口接我 另外一个在门口接我的人 就是郑政前委员 我根本不认识他 他就跟我说我是郑政前 然后他说 然后就跟我这个 哎呀欢迎你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 这个委员很谦卑 可是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郑政前的时候 我是什么感觉吗 委员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对你就拍谁 不是我对你很不好意思 很多年前 有需要平反冤狱的孤儿和寡妇 是我的家人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指责残暴的人 替孤儿申冤 为寡妇变屈 国家司法 被要升官发财的畜生控制住 他们不依据法律 要写什么就写什么 中正万华立委候选人 李慧希博士 用法律和事实 邀你一圈二套三捆 铲除司法二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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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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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因为我在民視的时候 因为民视的观众群 我记得在 你出来选立委的时候 我们曾经 报道过你的米粉厂 然后被剪掉 盯上然后起诉 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这个我有印象 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米粉厂不是大部都这样子吗 请吃个饭 然后在地方上 你说晚会造势活动不请吃饭 大家请吃一桌 吃个饭 简单的米粉 新竹就是米粉最有名 要不然就是供完汤 这样也有事吗 不过因为我们当时 还是设定了一些议题 把一些被检调追踪的人 做了一些报道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郑委员在选前 也被人家说他的学位有问题 中华大学的博士学位有问题 我们在节目中 也把这个东西拿来谈 所以我看到你说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你应该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专门节目 在民事的时候 一顶点来给我冲汤 可是完全没有 郑委员非常的客气 而且他好像就是没有 完全不在乎 当然后来这个 中华大学博士学位真心 中华大学 替郑政前委员背书 而且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经过了很多人的检验 然后经过很多人的 这个 抹黑 最后还他清白了 不过这两件事情 其实看出来 我觉得台湾的委员当中 像郑政前委员这样子 这么 谦卑这么低调的人 真的很少 那至于郑委员后来 开始追论文门 接下了 陈学胜委员的棒子 赶在立法院召开空丁会 而且一次两次三次还在这个立法院的大会中 直询行政院长 陈建仁有关于 护照被没收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我们来播一段影片 让大家看一看 好 因为你也是学者出身 那因为这两年 这个路纹事件 其实引起很多的关注 那我有关注到你在2007年 担任国科会主委期间的时候 你有曾经被 指控过 涉嫌抄袭 同那个 共同著作的时候 那投稿 那个Cancel的杂志的时候 那你针对这样子 被 指控 涉嫌抄袭的时候 你有没有提告 怎么样 你有没有提告 有啊 你被 被 指控 涉嫌抄袭 你有提告 当时指控你的人 是不是 是 OK 那你当时为什么提告 我想 他没有很正确的 把当时的 事实 做报导 那因为 当时 这一个论文的 实际上 是 他是 引用错误 后来 因为引用错误的话 那个 所以你提告 指控你的人 结果如何 讲清楚 对 我知道 因为我有特别查到 因为你特别讲到说 他是操入书师嘛 那指控你 就是抄袭的人 你后来提告他 那后来判决情况是怎么样 后来就 我没有申诉啊 你没有申诉 就是没有被起诉 所以也没有申诉 因为这件事情 自有公论 所以他就 不算 OK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一个论文室 自有公论嘛 所以你后来就没有再继续 追究下去 对不对 OK 所以表示你对于 所谓可公平的事情 还有牵涉到言论自由的事情 你还是有一定的高度跟格局 对不对 就是你针对这部分 你就没有继续往下追究 对不对 好 是这样子吧 院长 你可以回答 可以说吗 是啊 是 OK好 那我想特别讲的一下 就说 你没有继续追究 可是我们的总统 对于他的入门事件 一直穷追不舍 针对台大教授彭文正的事情 那么不只提告说 他诽谤 社局妨害谜语的问题 那事实上你刚才也特别提到 这样的问题 其实是可受公平之事 而且跟言论自由有关 所以你的格局觉得说 OK这事情 其实也不需要一直穷追猛打下去 可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他对这事情的时候 不断地往下追 那么对于所谓 是不是涉及到 那个诽谤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整个 国际上面很多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 包括在纽约时报 在诉讼苏利文案当中的时候 讲到 是不是有真实而已的原则提出来 他这边来判断 是不是有诽谤罪的标准之一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在宪法 试制509号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了 合理查证的原则 刑法311条也特别提到了 可受公平之事 就如果说有做到这样的状态 他都可以得主确违法的状态 就是说他基本上不会有诽谤罪 那针对彭文正教授 在追究 蔡英文总统 他的论文显然是可受公平之事 你刚刚也回答了 可是他被 因为这样的事情 被控 妨碍民遇 妨碍民遇是个违罪 他因为这样的违罪而被通弃 被通弃之后的时候呢 现在外交部还持续 帮忙 作为迫害人民基本人权的一个 政治的一个打手 把彭文正教授他的护照注销 而且不在于合法 院长你觉得这样对吗 这样适合吗 我想任何人都有捍卫他名誉的 这一个法律的权利 所以刚才你提的后面的这个案子 我没有办法表达我个人的这个评论 那很重要的是司法个案 我觉得我们我不应该在这里讲 所以你觉得说外交部他们就依法行政 这样在做相关的事情 是这样子吗 外交部长可以帮忙回答 我想那个彭文正先生 他是被台北地方法院发布通缉 因此我们依照护照条例 我们没有办法合法新的护照给他 我全部都查过了 你们从究竟在办事室这边发出来的 我全部都查过了 我只是要讲一个状态就是说 因为就说你注销到他的护照 等于是侵害到他的迁徙权 那迁徙权其实是一个 可是我们是依照护照条例 我们必须要这么做的 理解就是依法行政嘛 对不对 我讲依法行政不对吗 是 依法行政嘛对不对 所以说依法行政当中 他还是一样有他的比例原则 我们宪法第23条就特别强调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什么意思 他就表示说我们必须要有适当性的原则 他的内涵就要有适当性的原则 要有最小侵害的原则 要有横平性的原则 就是你不能用大炮去打小鸟嘛 说简单的话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用大炮去打小鸟 那因为一个妨害名誉的违罪 然后就被通弃 被通弃了之后呢 那么还被侵害到他的基本人权 迁徙权 迁徙权的部分的时候 事实上在我们的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当中 还有我们立法院在民国98年 所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里面 都认同这个迁徙权 那现在因为一个违罪 妨害民意的违罪 不仅被通弃 然后还被侵害基本人权的迁徙权 院长你觉得这样符合比例原则吗 我想一规定就应该撤销嘛 所以这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财量空间 有关于迁徙权的这个部分 我们租外管处 对于这种状况的话 是可以发给临时护照 所以他要迁回来台湾 就只能回台湾嘛 不能到其他的地方去 可是我们的迁徙权是不只是 到我们自己本国 它可以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去 那我想要特别讲说 宪法第23条有特别提到了 对于人权 基本人权的保障 除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 除了避免紧急危难 除了维持社会秩序 除了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不得以法律限制他 院长你本身是学者 我们认同你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格局跟观点 我想请问一下 彭文健教授他因为妨碍民欲被通缉 他妨碍到谁的自由 院长你可以讲一下 这一个个案我不是很清楚 OK 那他造成什么样的紧急危难 你也不清楚 对我跟你讲过 不清楚吗 那他注销他的护照可以增进到什么公共利益 我都不了解 那我希望院长能够特别去了解之后 然后来跟本席做一个很清楚的回应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也曾经碰过被指控论文抄袭的事情 碰到另外一个论文门 你的处理的方式显然跟蔡英文总统其实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认为蔡英文总统他论文门从通缉一个台大的一个教授 然后到现在加注撤销掉他的护照 我觉得已经侵害到他的基本人权 那我们认为何文正他这样的一个违罪 就变成民进党的黑名单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为对于这样子院长刚才也觉得是可以可受公平之事 然后侵害到我们言论自由被限缩 然后侵害到我们基本人权 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惜 院长因为你是学者 所以我们希望院长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能够对于我们国人的基本人权能够更多的去保障 我讲这个点最主要是希望院长你也是学者 你是中研院的特别研究员 你是学者是教授 我们希望对于学者教授的言论自由 能够有更高的一个保障 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通缺化的问题 那这依法都应该依法处理 一律来秉公处理 那这是法院发的这个通缺令 所以我想 所以我今天跟你在聊的部分 我拉高到一个宪法的一个层局 我觉得有很多基本人权保障的问题 那我只是希望院长 这是能够对于国人的基本人权有更多的一个保障 这边我先打出 因为我还有两个问题我要先救教院长 我们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 一向是不予以利 但是这一个个案 因为他已经法院有所判决 而且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通缉化 法院还没有判决 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没有很了解状态 我希望院长了解之后 再跟本席做一个报告 好不好 因为这个部分 你刚刚提到你不是很了解 那本席可以理解 可是我们希望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 能够更落实 因为它很明显 就是行政部门用大炮去打小鸟 一个违罪的部分 可以弄到撤销它的护照 侵犯到它的基本人权 迁徙权的部分 我们希望这部分 院长这边 研究之后再跟本席做一个报告 但是它是通缉犯 对不对 它是不是通缉这边的时候 当中有些程序上的问题 我向院长了解之后 来跟本席报告 因为我觉得有些比例原则 不是你用一个 假装依法行政的一个大帽子 就可以解决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因为台湾的立法委员 113个不分党派 只有政政前委员 把这一件 对台湾人权 非常大的迫害的一件事情 拿出来咨询行政院长 很多年前 有需要平反冤狱的孤儿和寡妇 是我的家人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指责残暴的人 替孤儿申冤 为寡妇变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Ola, Ola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Observed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there What's the point Of staying to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on your end It's like you're in a paradise You're dancing But everyone is blind It's like you're at a party I'm laughing but you don't feel alone Can't feel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I'm afraid I'd always stay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f I jump down If I jump down Oh, down forever I jump I can't wa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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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 dude Ye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你在这个新竹的选情是很难得的细卡度,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就是彭P就是老师这边在讲这个点 那你刚才也提到那个就是我看这已经是几年前了 已经是八年前的那个选举就是有一次我跟柯建民选举那个事情 你提到那个千桌万人宴的事情 那那个事情坦白说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件很冤枉的事情 我这边也借着机会稍微提起你讲 因为在去在两年前2022年的市长选举的时候 这件事情也被翻出来 那被翻出来的时候 其实当时在支持柯建民委员的有地方民意代表 就他们就很疑惑说 当时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出来做澄清的动作 那其实我也很冤 因为我也不是主办方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是被邀请去 因为当时是市议会团伴的活动 那我们去之后呢 然后就衍生了后续的事情 那我们当时就是 正前我觉得还是 虽然当民意代表很久 可是政治上面 其实对这些的考量 其实坦白说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也是议员 所以他们当时跟我说 我也是议员 那我就去 那我只要不要发文宣 我不要做选举任何的动作 那应该就没有事情 那我就很天真的就这样去了 那结果后来就发现 就完全被做了另外的抹黑跟所有的动作 然后当时 呃办主办这个的呃议员 他后来就消失了 所以后来隔了几年之后 在2022年的时候呢 反而在呃选市长的过程当中 这个事情被呃挖出来 然后就有人就直接提到说 呃就是我们八年前的那次被设计了 其实跟柯建明的涉路 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 那地方是这样讲 那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再去追 因为已经觉得时过进迁了啦 那所以说呃我觉得很多事情呃 在政治这个领域当中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 但当时呃时间点的时候 你未必会有机会去做所有的一个澄清 可是时间会还你公道 只是有些时候时间还你公道的时候 那那次选举已经决定了 没有办法再反过去呃当时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自己走过来之后 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那这也反映了台湾整个现在的一个 现实的一个状态 就是呃在选举过程当中 抹黑啦 抹黄啦 抹红啦 层出不穷 然后呢 其实 等到事实真相出来的时候 可能选举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然后胜负已经决定 然后呃 即使是因为被抹黑而选输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去救济自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真的就也是要希望就是看我们呃 彭P的粉丝们啊 其实都特别的有智慧 哈 然后也许也能够对于这样的事情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判断 那新竹市这次的选举真的很特别 他是全国唯一四个政党都有推人的地方 嗯 那我讲四个政党呢 当然也许会讲说 哎 有一个科医师他不是用那个民众党啊 可是他没有用民众党的名义 可是他用了民众党所有的资源 包括他的哥哥 也是总统的候选人 那么也一起来帮他 呃 呃 拉抬各种的绅士 所以我觉得新竹市的选情确实是特殊的 四个政党 然后都有候选人出来 那其实政权这是第七号 很多人不知道新竹市有七个人出来选 哦 对他们我在花市里面拜票 还有人跟我讲说 啊 行的旗有七号哦 他说他以为新竹市只有三号或者是四号 这样子不同的人来讲 那所以新竹市的选情确实是特别紧绷 而且呃 坦白说到了最后这几天 我们也似乎也看到了民进党他们也在操作弃保 在操作弃保 希望能够弃其他的候选人来保他们柯建民推出来的候选人 所以新竹市这个选情确实是非常的特殊的 嗯 嗯 是所有的媒体他们评估说全国最激烈的选区之一 三大激烈选区之一 对 所以很多 我最近看到你的后选 你的这个总干事还是后援会又被抹红了吗 对不对 又又又说什么嗯 跟中国大陆有什么 反正这个对我来讲这个一点都不稀奇了 因为我说的选前一定是三多嘛 民票多嘛 弊案多嘛 匪谍多嘛 连我这种都被当成是匪谍过 然后我追路门门的时候就被当匪谍啊 什么什么统促党接受台商 国台办什么讯息要传给彭教授跟贺教授 这个讯息还需要你传给我吗 我传给你还差不多 所以我都没有把这种事情当一回事嘛 而且我的心态一直是说 不以人废言 不以言举人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训练 我不管你是谁啊 习近平今天愿意接受我访问 我马上立马去弄一张那个马达加斯加的护照 我立刻飞北京 这是我的工作啊 那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你不可以是对岸的事情完全不懂嘛 你也不可能说对岸的人帮你组后援会或做什么 你就不接受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正常的心态 当然我可以看出来这些东西都是抹红 抹黑抹黄的这一些动作 那这一次的选举在新竹是很难得 因为有民众党啊 他可能有五党级 有时代力量 有民进党有国民党 所以现在的选情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嗯 因为呃现在已经到了选举最后十天以内 所以不能够谈民调的一个数字啦 所以我觉得新竹的这个选举的格局呢 基本上还是出现了蓝绿两大党的一个竞争 可是因为两个第三势力的小党 因为现在民众党说他小党其实也不太小 因为其实他们呃在全国的那个民调上面数字 可能也非常的惊人 那至少在新竹这两大党 然后另外两个党他们在呃都扮演了一个影响 最后选举结果的一个关键 嗯 然后因为他不是三个都 也是四个都 所以比方说呃每一个党的选票 他都会影响到另外三个阵营 所以他的呃错综复杂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非常的特殊的 跟三个都比较容易去讲 气宝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比方说呃假设民众党 他们这边的选票要怎么流动 其实是个问题 时代力量的选票怎么流动 其实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在这个部分 在新竹市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呢 确实就很考验着 所有的市民好朋友的智慧 嗯 郑政前委员啊 大家看外表他是一个非常温和 一点价值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做一个朋友啊 我跟他见过两次面 那感觉非常舒服 他是一个非常的谦卑 低调完全看不出来像个民意代表 一点价值都没有 而且非常的随和的一个 就好像你你家邻居的一个朋友 那种感觉 而且你甚至你不会认为说 他是个政治人物 可是他有很凶患的一面啊 各位记得啊 这个前新闻局长钟晴啊 他曾经开着车去绕总统府按喇叭 要替大家要疫苗 他做这个动作前跟我见了三次面 到我家对面的一个咖啡厅啊 我们谈了很细 那钟晴也是我的学姐嘛 他是台大外文系 而且他是当年的榜首 所以我们讨论了很多这件事情的细节 所以他很勇敢 他一个人呢 组了车队去绕总统府上按喇叭 表示说抗疫 台湾人民在疫情情况下 竟然没有疫苗 而且我们要从世界各地来 进入疫苗跟口罩 竟然如此的不可得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现在台湾的氛围 没有太多人会跟着你的这个去做抗争 因为只要抗争的人全部被抓 要不然就被迫害 要不然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 结果我们这个看似温文儒雅的委员 这个一马当先 他就去跟这个钟晴委员 去绕了总统府抗疫 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也看到了一个人的细微 就是我想委员可能帮助过很多人 替很多人打抱不平 台湾有一个将军 为了区区几千块钱 而且他不是放口袋 被判刑 这个细节 因为我当时就在看 我说像这样的事情 有几个人会声援 郑正全委委员 站出来 大力的声援 是 谢谢我觉得彭P提到这个点 事实上 我其实坦白说 我也是用平常心去看 不过 刚刚彭P提到这几件事情 其实 我其实也蛮有感 因为在过去四年当中 在立法院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坦白说 疫苗这种事情 我第一次真的 从地方议员到中央去的时候 第一个见识到了 我们真的行政部门的荒腔走板 那对于整个疫苗的事情 口罩的事情 快筛的事情 都是跟当时COVID-19 在全球蔓延的时候 民众最关切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我们的行政部门 显然没有把民众的生命 当生命在看 他们把他们的利益 当作priority 所以事实上到现在 前几天 其实在总统辩论当中的时候 然后还有人提到了 就是高端疫苗的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 执政党怎么可以有脸说 民众有资的权利 然后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把高端疫苗的 那个合约书 采购合约书公开 我们当时为了要知道 采购合约 在未还委员会 光是打架就打了两次 然后民众 民进党他们就死都不让 我们知道采购疫苗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当时其实后来 现在台北市长 还有当时是我们 也是未还委员会的 赵伟蒋万安 其实他也特别提到的状态是 他当时去看民进党 所提供出来所谓的合约 是图图改改 好多重要的关键都被涂黑了 所以他自己靠他的记忆 进去之后 然后把所有的内容 他看得到的内容 把它重新把它给背下来 那你看一个立法委员 要得到就是政府的采购合约 高端采购合约 竟然这样不可得 然后他们现在竟然还有脸来说 民众有知的权利 如果民众有知的权利 他们真的是放在心上 不是为了要骗票 选举到要骗票的时候 他们应该很早就要提出来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就特别有感 所以正前可能也跟 彭P有点性格上类似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很追求正义 然后我们都很追求知识 追求真相 因为我们希望民众不要被蒙蔽 尤其我们应该都自诩是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应该要有的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不能够很轻易的被糊弄到的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正前其实 就也跟我们钟晴 我们前新闻局长一起到了总统府前面 去按喇叭抗议 去希望具体表达 我们要疫苗这样子的一个心声 那你知道其实后来 其实去一趟之后 第二趟那个蔡英文总统 应该就出手了 所以我们就不太能够再过去闹 那就有很多警察就开始 把我们堵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刚刚我觉得彭P提到了 那个韩将军的事情 那确实也是 我觉得是很冤枉的 因为当时他就是因为 在他的指挥官的指示之下 然后请了他们政战主任的 的老婆 然后吃了一餐饭 然后大概就几千块的钱 然后其中有部分 因为有部分是军职人员 有部分是眷属 那以前也许大家觉得说这样子 眷属来 然后他们去做这样的动作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他就去在上面指示 指挥指示他去做一个这样的报销动作 然后结果就出事了 所以就两千多块呢 让这个人 这个将军 这个少将 他的退休金也没了 然后就被判了刑 然后就一堆的问题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他的士官也是这样的情况 那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 坦白说他已经三审定验了 那三审定验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大家就想说都没有救 所以他说实话 他当时他就跟我讲说他找了好多立法委员 可是所有的立法委员听到三审定验 大概就觉得没救了 然后就对他的这个案子就有一点点的放声 就也没有很热心的想要去帮忙的意思 那他们后来找到我这边的时候 那我就评估之后 我就觉得哇 这情况实在是太特别了 两千多块就毁了一个将军 还有士官 不是只有他还有士官 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展身 进行了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救援 透过媒体那透过很多的陈勤 透过不同的协商 包括我那时候也造了国防部 过来协商很多的很多遍 那么也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去做相关的一个咨询 那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也很出人意表 当整个社会都开始 对这件事情抱不平的时候 那小英总统出现了 他就直接给了特色 就给了这个韩将军特色 所以他这个案子就截掉了 大概是类似这样的状态 至少他就不会被关了呀 因为他本来是要被抓去关的 然后相关的权益都会受损 那特色之后这件事情 大概就告一段落 至少他就没有去关 然后所以很多民众朋友 他们也觉得 这个其实是很特殊的状态 那对我来说 在过去四年当中 我们做了六千多件的服务案件的时候 这个也是很特殊的一件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12月份 有一次的肇事活动 那说实话 我没有特别邀请韩将军来 我们就只有做公开的一个邀请 结果他竟然 因为他现在其实他很多时间住在屏东 他竟然还特别到了新竹来 帮郑琴加油打气 所以郑琴也是蛮感动的 那我觉得民意代表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要有很大的动力 就是你做的付出 然后民众有感的时候 那他们的付出 也会让我们非常的有感 这个华东司令叫做 我记得他是参谋长 叫韩玉平少将吗 就因为这样子一个 你知道我在东引当兵吗 东引当兵只要有那些荣誉的 士官兵的家长 家属到东引来 指挥官都会亲自请吃饭 都会用这个部队的家菜精 请他们吃饭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看到那个新闻 说我真的很愤怒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是好几次的去声援 韩将军 我这时候就在看 我说有谁能够替他声援 台湾有权势的人 我看到了 这个这个 郑政前委员 说我心想说 哎呀 台湾的立法委员 113系 还好有这样的委员 好 那我想 我米州政医学院的同学们 大家来动动手好不好 你们觉得 你们会支持郑政前委员 会想办法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在新竹有选票的人 要投给郑政前委员的 请加一好吗 你们会支持他 支持他的理念 而且会替他拉票的 请加一好吗 我们来看看 我们米州政医学院 还有论文们开箱的朋友们 有多热情 那当然我要讲的是说 我不是独厚政前委员 我也欢迎林志杰教授 然后这个邱显志委员 也是我的老朋友 但我很遗憾是邱显志 作为一个立委 作为一个律师 他竟然对蔡英文的论文 整个时代力量 没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 这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好 那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 柯文哲的妹妹 柯美兰医师 这四个 你们如果愿意 来上我们的节目 来者是客 我一样会用同样的方法 跟态度来访问你们 好 那我想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马上回来 要继续问这个政政前委员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要问他 如果他当选以后 他敢不敢查弊案 因为台湾的弊案太多了 马上回来 因为追查总统蔡英文论文案 遭到通气的媒体人彭文正 日前护证也被撤销 蔡英文总拿入门 从通气一个台大的一个教授 然后到现在 加注撤销掉他的护照 我最亲爱到他的基本人权 当一个台大教授 因为揭发蔡英文的贾博士的时候 台湾有哪一位立法委员 为他宣言 这个人是一个勇敢 公益 而且勤于问证的好立委 推荐给你 郑正前 很多年前 有需要平反冤狱的孤儿和寡妇 是我的家人 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七节 学习行善 寻求公平 指责残暴的人 替孤儿身冤 未寡妇变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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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竞选期间是第一位上的 我希望有更多不同的党派的参选人 能够上我们的节目 希望我们的政经关不了的节目 能够做一个真正公平的公民平台 好 我今天要再请教郑政前委员 我们跟郑政前委员的结缘 其实我跟大家都说过 是因为他声援了论文门 而且他声援论文门不是我去找他 是他主动来找我 说这件事情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参与的部分 而且他很认真的和两个助理 跟我四个人 然后在会议室里面 仔细的去谈论这件事情 而且他后来就一直在追踪 我特别感谢 也特别感到佩服的是 因为我曾经说过 敢追论文门这个案子的人 你至少要三代身家清白 即便你三代身家清白都会有事 很多人有事吗 都出事了吗 有被关的 有被威胁的 还有因为150个口罩 在网路上贩卖 被医药师法起诉的 还有被当成那个光 那个偷拍吃汗的 这些都是跟论文门有关的 要不然就是律师 要不然就声援过 要不然就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校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不敢谈 我想这个人之常情 所以郑郑郑委员的勇敢 让我特别的佩服 但是我必须说的是 台湾的弊案还真的很多 我整理了一些 我想请郑建议委员 希望看到说 1月13号以后 选上的就是几家欢乐 然后没选上几家愁 然后大家就耍 然后这些问题就不追踪了 我放眼望去我看到的问题 论文门 不是只有蔡英文 还有台湾 很多的学位被爆抄袭 造假 还有国籍门 萧美琴 为什么会说他 要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会跑断腿 这个事情我在海外 跟很多很多的海外的朋友 他们的孩子 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组合 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而且他们跟我讲 这绝对有问题 他们在国外待这么久 各种各样的组合 父母是哪里人 然后在哪里回台湾 什么时候生 在哪里出生 我在一个演讲会当中 大概有一百个个案 他们都说有问题 可以查 还有最近蹦出来一个私生门 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如果今天台湾的政治人物隐藏 或者是自己本身的私生活 有不检点的地方 这是应该被查的 作为工作人物应该被检验的 还有赖皮门 这个赖清德的矿工工僚 怎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值得查 高端门 这非常严重 我们被当成猴子 因为其他动物实验也是这样做的 大家听到录音带了吗 再来 做票门 817万票很奇怪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这个案子只有我一个人 告上了法庭 告了中选会 结果一审判 我们败诉 然后完全不传证人 完全不查证物 我们要求民调公司的负责人 完全不传 没关系 现在到了高院 我会继续追 还有春风门 这是张有化所提出来的 到底赖清德呢 以前是不是调查局的宪明 为什么一个R2R3的住院医师 可以当民进党在台南的 医师后援会的副总招 这种种奇怪的例子 包括他一路平步青云 那在调查局当中 还有他的档案 这个该不该追呢 我觉得该追 还有恶官门 就是在这一次 因为论文们牵扯出来的司法当中的 非常多的恶官 他们的恶行恶状 被我收录在恶官123书当中 放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大英图书馆 但是台湾应该要追 还有我的护照 可以这样子莫名其妙被没收吗 这个护照门侵害人权 真的也应该追 还有台南一连串的光电门 炉扎门 算一算十几个 我希望不分党派的委员 民进党当然不用指望了 他们不敢追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 要让民进党 绝对不能让他过半 而且要尽量压低 第一大党的票数 如果民进党继续过半的话 各位 接下来下一次的流感 下一次的疫苗 你真的不知道 打到你身体中是什么东西 还有其他的小党 还有立法院当中认真的委员 真的要让他们上 不要让他们去做党役代表 要让他们当民意代表 所以我要请教 郑政成委员的是 你当选之后 这些案子你会追吗 你会怎么追 肯定会追 不过刚刚那个 老师这样一下子 就把十几个 你觉得有问题的 弊端的事情 就直接杨沙撒讲出来 那我在想说 他每一个案子 其实要去追的方式 其实都不太一样 不过您刚才有提到恶观 我想透过这个画面 也特别跟老师讲 你看这是我一个 这是我的粉丝 可是他肯定是你的大粉丝 他这本书当中 做了好多好多的贴条 他把这本书当作论文 那个考试的资料 在做你看 好多好多的笔记 note在这里头 非常非常的多 我看到我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感动 画梅批啦 写重点啦 等等等等 那就觉得说 我们社会当中 还是有一些人 其实对于 公平正义的追求 其实是不予一力的 就像老师这边 那我觉得老师 其实特别了 而且我也想透过这个 机会跟所有的好朋友 分享是 说实话 我觉得老师去 追的案子 都有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难度 坦白说像论文门 你说我自己 有没有能力追论文门 我觉得我是没有能力 追论文门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没有在国外念书 没有在国外 做这样东西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的外语能力 可能也没有 这么样子的好 所以你要去追一个 蔡英文在英国的 论文门这个事情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我觉得也 台湾也非常的幸运 有彭P有 有老师这样子 那能够弃而不舍 去追一个事情的真相 然后持续的 经过这么多年 还持续的追 其实被政府 用政府的力量来打压 可是还依然不屈不挠 我觉得这真的是 也是台湾的一个福气 那像您刚才提到 比方说像论文门这事情 我就觉得特别有感 因为我自己 原本也在中华大学教书 所以我连中华大学的 很多的老师的朋友 他们都跟我讲说 你很有种 你竟然敢去讲论文门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这有什么吗 他就说他们每个人都怕会被秋后算账 确实是如此 所以说 我觉得在 就是跟着彭P跟着老师这边 一起在 论文门这事情当中的时候 小小的参与 那我们当然其实都是在旁边打酱油 就是真正的主力 其实都是老师 还有一些 有国际经验跟视野的教授 他们一直在推 那我自己是觉得 这个事情 让我在很多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地方 会有人悄悄的走到我旁边 跟我讲说 哇谢谢你 帮彭P 就是讲论文门 帮他开公听会 说实话 我是非常的惊讶的 因为跟我讲的有可能是在市场里面 那我也看不出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曾经在有一次在苗栗的一个山上 那一个民宿的地方 的时候碰到有一个 他说他是退休的小学老师 他也跟我讲的类似的话 所以就说 自从我那时候 在跟着老师这边 然后去开了公听会之后 那我身边就开始 偶尔会出现有一些朋友 然后他们悄悄走到我旁边 可是我发现 他们都非常非常低调 他们都讲得非常的隐晦 不希望让别人发现这件事情 对 甚至连我在中华大学 有一些老师的朋友 他们在跟我讲这事情 他们也就直接很摆明讲说 他们不太敢提 那像有一些 他们本身也是留学国外的 他们一看就说 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可是他们也不太敢讲 说实话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其实有 冯平有老师 一直鍬而不舍的去追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台湾的福气 那我们也希望 就今年2024年 其实能够真正政党轮替 然后让台湾有机会 去把一些 弊案 或者是大家民众没有办法 化解心中疑虑的事情 把它讲清楚 我觉得对于整个台湾 要持续的往下走 要让整个社会当中 有一定的共同价值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否则我们像看到 像刚刚老师提到 这十几个事件当中 光是疫苗合约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离谱 就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就说到现在选举到了 然后他们还想说 民众有资的权利 然后应该要把这个 有机会 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个 高端的采购合约公开 我就想说 现在执政者就是你们 那就是民进党 然后国会里面的多数 也是民进党 你们要把这个合约公开 你马上就可以做 不需要等到这一次选举选完之后 才要来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要等到选举选完 才会做这些 我就觉得是完全是骗票 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关注我们彭P的好朋友们 都是特别有智慧的 而且都是特别对于公平正义 有追求的 有坚持的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不要让民进党 在这次选举当中 又忽悠过去了 我觉得这很重要 谢谢郑政前委员 在2024的开春 祝你一切顺利 天安喜乐 也希望新的国会当中 我能够继续成为你的帮手 让我们一起来追论文门 来落实台湾的公平正义 谢谢郑政前委员 谢谢你 谢谢彭P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 最后我要用圣经上的真言 29章第二节说的 一人增多 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 民就叹息 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